幾年前,因為有說華人發現了羅雅方舟事件 激發起有很多辯論 到底找到的是不是真是羅雅方舟呢 當時我有參加過一些有關考古講座 有個考古學家曾經上去那裡的地方 做了一些研究 講了一篇很重要的訊息 接著他寫了一篇論文發表了很多文章 當我看完之後,我就有個心願 不如我自己去看看到底土耳其考古的地方 所講的是不是能夠找到更多資料 去了解這件事呢 那次我應該是去了23天 回來了沒多久之後 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叫做阿拉納遺跡研究中心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 肯定那個是不是羅雅方舟 但是在阿拉納的山上 有一個高有三千米的一個古跡 那個會不會是一個羅雅方舟的地方呢 於是我們就成立了一個中心 做了很多資料的審查去研究這個工作 其實在過往幾年裡 我們除了有舉辦一些文明的講座 阿拉納遺跡可能是一回什麼事的聚會之餘 我們都做了很多研究 無論是在網上提供資料 有很多人可以成為我們特別的會員 在網絡裏面去做研究工作 更加我本人是 將很多和這個題目有關的書 我相信都有成三百本那麼多 其中一部份我將重點放到中國文明始源那裡 因為我體會到現時是阿拉納遺跡 所找到的一些古代植物的種子 可能讓我們有一些線索 知道那個遺跡是幾多年的事 如果正如考國家所研究得出來的結果 那個可能是舊石器時代的晚期 新陶器時代的開始 亦都是農業始源的話 即是差不多有八千至一萬年那麼久 如果這真是成為事實的話 打破了很多人 他說這個聖經所講到的有關羅雅事件 如果照家譜研究 根本只有主前二千多年 如果當時根本沒有洪水在普世發生的話 聖經是不可信的 很多人懷著這個角度去看聖經 結果沒有辦法從中得到答案 但是如果這個答案說不是 是在史前是歷史沒有記載的時候 這件事已經存在了 所以我就很努力地把農曆始源 和中國文明始源 希望能夠將它兩個拉近 以至很多中國的同胞們 都能夠因著這個發現 繼續去研究的結果 可以說原來聖經所講的 真是可以是事實 我們期望很多人因著阿拉納 所有遺跡的發現和報告 將會更多中國的同胞能夠歸向真實 作詞明詞 《活動》 作詞文字幕《視 劇集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